世界脈動 澳洲視角 歡迎收看AMEC澳洲留學網路電台 您的第一手VISA新聞平台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Kal 您對澳洲留學移民投資有興趣嗎 歡迎您訂閱我們頻道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叫我們有新的video 新的消息 您都會第一手取得最新的情報 OK 我們今天的影片來聊DAMA吧 最近我看到有些廣告 就是講這個DAMA DAMA我們之前在影片裡面很久以前做過了 一直都沒有update 因為真的是太難了 而為什麼太難呢 首先你會看到外面很多的廣告在講說 這個澳洲的這個雇主擔保如果走這個DAMA 也就是這個偏遠地區的這個特別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翻這個東西 就是他們通常就是有些產業在非常偏僻的地方 真的找不到什麼資源 然後澳洲政府會給他開一條路 不過這個看起來他們很多的這個職位職業別 都是特別low的 薪水可以低於7萬 也還可以英文也不用到6 可能4.5就可以做 哇 很多的申請人看到 哇 超吸睛的你知道嗎 哇 我如果只要去當一個 這個在採水果的 或者是在釣魚的 在撈魚的 這種工作的話也可以移民嗎 哇 很多人看了就 哇 這個口水都流下來 趕快去申請看看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是假象 不是說沒有這個政策 有這個政策 但是這個通常看起來越簡單 看起來最簡單的 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最難 為什麼是最難呢 如果簡單 我這邊早就一直廣告 一直做影片教大家 那為什麼最難呢 我們先了解 這個DAMA它整個的系統 就是從這個所謂的 LABOR AGREEMENT出來 LABOR AGREEMENT 這裡 那LABOR AGREEMENT 是什麼意思 LABOR AGREEMENT就是說 你這個 你要雇主擔保 那你這位雇主呢 就必須要先跟澳洲聯邦政府 Commobiles Australia 先簽合約 OK 這個合約有幾種 有廣告業的 有HK的 最近很多人看到有人在推HK 哇 你讀HK就可以移民了 真的嗎 就沒有幾個好不好 很難耶 為什麼呢 那還有Dairy的 就是這個奶葉的 然後Fishing OK Halty Culture Meat Ministry of Religion Unhired Pork Industry 還有Restaurant Premium Dining 喔Restaurant Premium 那是不是我過去做一個Kitchen Hayan 什麼的我就可以移民了 沒那麼簡單 OK 首先我們要懂 他這邊告訴你 有這些產業 不等於這些雇主的願意 我們要了解 雇主擔保還是需要雇主同意的 這個地方最困難是什麼 我們要讓雇主去跟澳洲政府 除了申請簽證以外 除了擔保以外 還要跟澳洲政府簽一個 Agreement 這個Agreement多複雜 這個Agreement就是基本上 澳洲政府跟雇主簽的合約 換句話說 澳洲政府會更多的強制的去 有更多的要求在雇主身上 那我們很多人在外面都會看過 朋友們做生意等等 不是說這些做生意的人 想要做違法違規的事情 做生意你是需要一個freedom 你需要創新 你需要自己在那邊做這個生意 而不是上面一直強壓下來 你怎麼做生意 對不對 哪有一個人做生意 希望是還要被政府管控的呢 OK 所以重點來了 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你要去convince這個雇主 去跟政府先簽合約 那問題來了 那為什麼還有這種簽證呢 最主要是什麼呢 因為澳洲很大 有些地方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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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偏僻 偏僻到他們真的沒有資源 所以他們需要透過這個方式 跟澳洲政府簽合約 給他更多更好的資源 什麼資源你的人過去那邊工作的話 雅思可以更低 薪水不要到7萬塊就可以做了 他基本上就是更exempt 更多的要求啦 所以可以讓人過去啦 那好啦 其實傳統的雇主擔保 基本上從去年的11月開始 他不expansion出來以後 所有的職業別 基本上在澳洲各大城市都可以操作了 要去搶這種DAMA 都是非常非常遙遠的地方啊 真的要去那邊過生活嗎 這個還是要三思的地方 除此之外 如果要到DAMA的話 我們看到在這個澳洲官網這邊 它的左邊這邊還有一個 Designated Area Migration Agreement 就是DAMA 那這個跟Labor Agreement 它基本上是Labor Agreement 產生出來的下一個Pathway 我們可以這樣子理解 那這個Pathway呢 又有什麼差異性呢 除了跟聯邦政府簽約以外 哇 還要跟州政府簽約 所以你不是被一個人綁 你要被兩個人綁啊 比如說最近很多的廣告在推什麼 推南澳阿德雷德的DAMA Program 換句話說你要這個雇主 申請人看起來很簡單啦 申請人為什麼看起來很簡單 因為如果你有Occupation List 你去DAMA Occupation List的話 你會發現 裡面除了一般的這些IT啊 什麼Manager啊等等的 我們如果拉到最下面 我們會嚇一跳 他居然連什麼 這個 Sport Personal Service Instructor和Guide 都可以Adventure Guide 就是帶人家出去旅遊的 導遊都可以申請啊 OK 連什麼 Welder Sand Blaster Driller 然後Miner 然後 都是很簡單 你看這個切肉殺肉最近很多人在問嘛對不對 Fishing Can 去釣魚的耶 都可以移民啊 你是申請人 你看到這個 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我當然可以做 每個人都可以做 為了移民我 我去釣魚沒問題啊 我去抓魚 No problem 讓我去抓 OK 但是重點來了 重點不是你想不想抓 你想不想做 而是重點是 就是這個雇主必須第一 他要先 Labor Agreement 要先跟聯邦政府簽約 還要跟 州政府簽約 州政府的要求是什麼 你看 這邊就有了 South Australian Darmament Agreement 什麼叫 Agreement就是合約嘛 合約的意思就是 當然不是申請人去跟他簽合約啦 是雇主啊 雇主要被綁住 除了被聯邦政府綁住 還要被州政府綁住 所以重點回來了 請問在一個自由可以做生意的地方 有哪一個生意人會希望被兩成的政府綁住 OK 除非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在一個非常偏遠的地方 你的資源非常非常的稀少 你才需要透過 你交換嘛 對不對 做生意就交換嘛 你透過被政府綁住 然後你政府放利給你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都是一個敲敲板的 你不可能說 你去抓魚的人都可以移民 OK 然後難道他開放在雪梨嗎 不可能嘛 那咖啡商開放在Brisbane嗎 不可能嘛 一定是很偏僻的地方啊 然後這些要去 那你要願意啊 對不對 除此之外 這些雇主他花大錢 在那麼偏僻的地方做這些生意的話 還要被政府這樣綁住 有幾個會議 所以你真的去查 真的有在做打馬的生意的雇主 還有在做簽 labor agreement的這些公司的話 清單真的不多 這也是為什麼 之前這個政府推了這個age care 就是老人安養啊長照這一塊 到現在申請人不多 但是很多的廣告叫上去讀這個東西 結果讀完以後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沒有工作 還是找不到雇主 雇主沒那麼多 你要這些雇主 為了有拿到這些海外的工作的這些 這些skill migrant進來的話 要被兩層的政府綁住 不容易啊 Anyway我還是這邊建議 其實最傳統的general skill migration 讀書還有雇主擔保 還是最主要的技術移民 所以換句話說呢 看似越簡單的東西 在移民的這個產業裡面 其實是最困難的 大家要記住 看起來最困難的 比如說我要讀書啊 你要變成律師 變成博士 變成醫師這種的 看起來讀書很難啊 看起來很難的 但是移民最簡單 Anyway 歡迎大家有任何問題可以在 留言給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